歡迎各位美女朋友大家早 主席我們是不是請彭主委 彭主委請 那個彭主委喔 請教一下齁 那個台灣ADS的那個速度 只有日本的六分之一 那跟人家價格還一樣 那NCC 雖然你有要求那個電信業 要降價 可是根據 根據那些人家人的消息會 弄出來的資料是說 你降價後 你行動電話的匯率還是比 香港貴6.8倍 6.8倍或者到8.3倍 那你ADSL的價格 比日本貴了4倍 那你同樣一千塊的話 在日本人家是50Mb 台灣只有8Mb 台灣只有8Mb 那價格會不會太貴呢 那你看那南韓 南韓的NCC 他是很積極的 積極的在調整這個 這個這個 他們的那個匯率 他提出六大匯率的調整方案 那我們沒有啊 我們台灣的那個匯率不但很貴 而且很複雜 複雜到大家都不知道都搞不清楚 你看看中華電信的這一張匯率表 你看有嗎 你不知道他的匯率在講什麼 你不知道到底哪一個荒案 才是對老百姓比較便宜的 他這樣一個匯率表 摩沙沙沙 大家不知道在看什麼 所以我們搞不清楚 到底他的匯率在哪裡 那麼你們現在 只有對中華電信的匯率 要送給你們審查 其他的家的話 只要跟你們怎樣 跟你們背才報背就可以了 你覺得這樣子公平嗎 那事實上我一個資料給你看 你現在目前台灣最大 有台灣大哥大眼傳跟中華電信 事實上現在台灣大哥大 他的股票價格是 以今天來講他是58.3塊 那那個 中華電信是57.2塊 那台灣大哥大的EPS 去年的EPS是4.69 中華電信的EPS是3.83 所以台灣大哥大沒有比他小耶 他的整個賺獲利的EPS 以他的規模來講沒有比他小 那為什麼中華電信的匯率 你們要很嚴格的來審查 他所有大大小小的匯率 跟他的促銷方案都要經過你們 那你們才實施 甚至他有很多的促銷方案 你們還把它取消掉 所以你們到底是在幫消費者忙呢 還是在幫倒忙 那你其實對政府真正有影響力的是 台灣大哥大根眼傳 那他們的匯率基本上 只是要跟你們報備而已 那這樣的話 你是在保護整個的電信產業呢 還是在保護特定的產業呢 跟委員報告啊 您剛才的那個問題其實牽涉到兩個問題 一個是關於X-Ray的這個部分 第二個是關於市場主導者的界定的這個部分 那麼關於X-Ray的這個部分 那個本會在95年12月呢 就有一個Price Cap的這個部分 我想您很熟了啊 那麼在這個部分呢 就是在那個時候是希望每年調降 所以三年的調降每一年都調 差不多15%到19%的調降的這個比例啊 那我們本會現在呢 已經三年快到了 所以本會目前來說呢 是針對到底要調多少 這個部分呢 做很興奮的 你還分什麼長途電話區 你早就該要單一匯率了 你看一個上班族 他一天 他一天的收入一千塊 可是他要負擔的那個電話匯率 要負擔多少 你看看 你電信公司 他賺這麼多錢 他幾乎是把台灣老百姓的荷包都賺了飽飽的 你看看 你看在國外的話 都是用包業打到飽的 那我們電信公司還躺著 躺著賺錢嘛 所以你看台灣的二機的手機的電話的匯率 是香港的九倍 那香港平均的收入是兩萬五千四百三十塊美金 那台灣只有一萬七啊 那根據這個 那你想想看他賺450億 那EPS之高 而且中華電信當初 當初他的那個電話路線 是用我們納稅醫護人的錢去鋪的 現在等於是免費送給人家 他還可以租給其他的電信業者去收匯 這樣合理嗎 所以他的匯率 它是不是一個暴利 而且大家要想到說中華電信他現在已經不是國營事業了 你看中華電信他給所有的那些大的那個公司 像我們台數南亞那些大企業 他都給他們優惠給他們六折 甚至五折 還包括他的員工家裡的電話都可以打折 可他給所有的政府的機關 包括我們立法院 包括你們NCC 我有做了一個統計資料 就說到底前年我們政府機構 要花在這個電話費花多少錢 那每個單位都有回函 只有你們NCC沒有回給我 你NCC一年的電話費多少錢 超過800萬左右 800萬左右 你看看一個單位 你這樣一個小單位 一個不是很大的單位就800萬 假如你打六折的話 包括員工喔 那個中華電信是給那個大企業還包括員工也 家裡都給喔 甚至於很多像很多企業 很多台灣大哥大 他們甚至都可以做到 假設說好我們立法院的員工 他用他的行動電話 打到辦公室的電話的話 還可以用往內戶打 可以做到這種情形 那所以你是不是NCC你放縱 這樣的一個產業 在你的匯率上一個調節的不公平 讓他賺那麼多錢 讓他賺那麼多那個 那你說好三年到了要調整 那是不是你有沒有考慮 第一個 你是不是要那個長途電話的一個單一 長途電話的一個區域是不是應該要取消掉 台灣這麼小啊 是要單一稅率 還有你現在你認為說你將來你調降的弧度要多大呢 目前因為那個最後的方案還沒有經過委員會了 所以那個我在這邊沒有辦法告訴委員說我們到底會強調降多少 不過我們當然還是希望往這個調降的方向去走 那麼但是當然業者他們的說明是說如果我們老是壓他的這個調降 可是他就沒有辦法去發展什麼光世代啦等等的 所以我們事實上所有的不同的這個利益相關者我們的所有的聲音我們都會做完整的考量 因為你審查匯率的話你要有一個公平機制 不是只有說對中華電信 你的匯率 你才要送你們來調降 那其他的其他的那些電信業者他只要跟你們報備 這個就是一個很不公平的 再來就是說他的賺的錢賺那麼多 中華電信賺450億耶 台灣大哥大賺150 150億耶 那個EPS 你看EPS 台灣大哥大高達4.69 中華電信3.83 可以花七個多月的年終獎金 那誰造成的 你NCC縱容他 你NCC造成的 所以你NCC你做了什麼 我們每年花這麼多的預算 在NCC付這麼多薪水 可是你有沒有幫到消費者 沒有啊 你是幫到電信業者啊 你那個長途電話會 你本來就要取消掉了 你有沒有 你請問主委 你有沒有往這個把長途電話會 化為單一 單一 匯率 沒有長途電話把台灣取消 你說我從桃園 打電話到台北 就要算長途電話 開車都開車 都不要二三十分鐘 都到了距離 這個問題很多委員都問過啊 我想那個主席也問過好多次 那我們也延商了很多次了 那麼這個又簽設說 當初什麼25年啦 又是什麼保護啊 又是這個那個的 那我想那個我們當然 剛才委員的關心 我們都會在我們這一次 審核那個 X-ray的時候全盤一起考量 我是希望真的啦 不是說我們每次質詢 質詢完了 你只要站在這邊十幾分鐘 就過去了 回去都沒有 其實你看看 上一次你來立法院辦 我就問了你 你這個問題嘛 還是沒有結果還是沒有 沒有說朝這個環境來做 事實上是也開了很多次會了啦 開了會 那開會要有結果啊 好 可不可以請我們同仁內員 來回答一下 柔委員你好 有關於剛剛特別提到這個部分 我們剛剛主委提到是說 我們今年年底X值的話 今年年底一定會公告 所以說今年對於這一個 不管是包括ADSL行動匯率 或者是長途畫假區的這個部分 好今年年底會公告嗎 是針對這邊會做有一個 也就十二月三十一號之前會公告 會有一個調整的一個機制出來 公告出來 這個匯率會出來 好會出來 那我希望你一定能夠做到 讓所有的消費者滿意啦 因為這是一個公平的問題啊 你不能說用自動武的公權力 來助長逸者 賺那麼多錢啊 這個簡直是幾乎是壟斷啊 幾乎是那個啊 所以這個你看看 哪有說 可以讓他花到七個多月的年中獎金 那誰做盟他的 好 那主委我再請教你喔 剛剛我們那個 主委員也提到 你廣告 你划了一個標準 我現在給你看一個鏡頭 你假如說是中天 陳文健那個只是在 節目上介紹這樣一個吃的 那這些是不是都要划 呃 我們在那個衛廣法的修法的時候 其實對這個自動式行銷有很多很多的討論啊 那麼當第一個是考慮對價的關係 比如說小吃店 他一個歐阿米索爾才35塊 那我們相對來說 而且他介紹好幾家的 不是啦 你不能用那個錢 他有廣告 你說歐阿米35塊就不用玩 你有沒有一個認定的標準 而且要怎麼樣的畫面 才不是你們 你們認為他是個廣告的 我主委是這樣 我給你個建議 因為我時間快到 我給你個建議 其實站在NCC的立場 你應該應該是採取一種就是說 只要他沒有違背善良風俗 他沒有違背到傷害到什麼 你說好今天假如我們去上個節目 我講說哎呀我到哪裡去吃喔 好好吃喔哪個東西非常好 哪一家喔怎樣怎樣 那這樣就有廣告性質嗎 那事實上就是說 不要有時候很多東西 自由商業行為的話 你不你沒有你去管太多的話 你就沒有一個標準 你沒有那個 而且你管不完 那麼多的東西 假如說以陳文健那個 那個節目要滑的話 那這些節目都要滑了啦 呃委員您的這個建議喔 或者是剛才朱委員談的 就是說只要他說這個好吃 就可以的話 那我們從早上電視開始到晚上 說不定都是介紹很多好吃的東西啊 然後這個要吃的可以強生啊等等等 我們非法電台或者說其他抓的那麼兇 那你看啊 事實上電視畫面都有播出啊 連那個店家的名字啊 照牌都有出來啊 那這個算不算廣告 不會我剛剛一方面已經講說 如果是公共利益 而沒有對價關係 他相對來說 又比較幾家 讓大家知道 就像你講說沒有 就像說 你認為說沒有對價關係嘛 齁 那陳文健那個節目有沒有 他去幫他先發他有沒有對價關係 其實他不是罰他 他的那個60萬是中天新聞台累積的 不是他個人的 那麼這個來說的話 也是我們節目廣告審議委員會 14個投票出來 認為要罰的 不是啊 因為你們那些審議委員 我告訴你 他們都學者比較多啦 都不知道民間疾苦啦 都不知道 都都都都沒有 沒有那個民間失誤經驗 像很多廣告 我們也有從業 我們這次也有從業 還有我在告訴你 像你那廣告 你去划那個白冰冰那個廣告 你說啊他廣告太長五分鐘 其實我我我我個人的見解啦 廣告多長的 那是一個商業行為嘛 他假如全部節目全部都要換廣告 你管他 那那個這裡有聽眾 有觀眾去選擇嘛 那個廣告太多 那個跳過去不要看了嘛 跟委員報告 那個白冰冰那個廣告呢 是衛生署的財閥 本會是在最後 他播出來的這部分 所以事實上來講 白冰冰的那個 的部分 他有沒有拿到衛生署的 合可的證照的號碼呢 這些東西來說是 我們是希望喔 真的很誠懇的建議主委啊 NCC不要搞 讓人家感覺到 好像是在搞那個 白色恐怖 你看整個對人家說 媒體的評比下降 各方面都下降 所以真的講 你有時候很多東西喔 你不要管那麼多 你管太多的話 反正是你自己自找麻煩 那我不管也是挨罵啊 對不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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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